尽管小米最近新品扎堆 但为了方便大家选购 我们必须更上节奏 所以这期视频我们来看一下新鲜出炉的小米平板 7S Pro 12.5 外观部分主打一个轻薄 我这台普通版实测重量是587g 加上5.8mm 的厚度 在同尺寸安卓 LCD 屏板里属于最轻薄的存在了 那么在轻薄之下 整体产品力会不会打折扣呢 我们边拆边聊 第一步关机后取入济膜 全金属一体化机身拆解的从屏幕入手 加热后酒精配合拆机片划开粘胶打开屏幕 下下螺丝取入盖板 挑开接口分离屏幕 这块12.5 英寸 3.2K 分辨率的 LCD 屏 采用了全亮度的DC 调光 实测手动全屏最高 584 N 尺 强光激发后来到了 827 N 尺 屏幕背面是 LCD 特有的铝合金封装 在保护屏幕的同时提供辅助散热 上方贴有多块泡棉负责减震保护 下方屏幕启动板上覆盖抗干扰贴纸 触控显示通过软件查询方案提供商务联勇 第二步拆卸主体部分 内部是大尺寸平板常用的横置布局 主板和天线小板位于机身顶部 扬刃器分布在左右两侧电池坐正中央 下方塑料填充区对应屏幕的驱动板 主板上覆盖有面积约为 7700 平方毫米的散热膜 散热膜同时覆盖到了电池的部分区域 私下散热膜卸下所有看得到的螺丝 取出主板区域的多块盖板 其中后摄位置的盖板侧面贴有音量键的锅仔片开关 内侧还藏着第一颗麦克风 它们通过触点和主板连接 顶部的盖板侧面粘有三颗霍尔传感器和手写笔的充电线圈 同样全部通过触点和主板连接 挑开两个电视接口进行断电 随后挑开主板上的所有接口取出所有摄像头 后摄模组背面贴有铜箔和导电布屏蔽电磁干扰 也能提高一定的散热效率 前摄模组使用黑色胶套保护 摄像头的详细信息大家直接看图 取出主板 平板的主板自然是单层设计了 PCB 来自方正 使用0.65毫米板材 主板正反两面的屏蔽罩上都有散热膜和铜箔的覆盖 正面基层有前置的环境光传感器 前摄旁的指示灯以及第二颗麦克风 这个麦克风的收声孔藏在后摄DECO和金属机身的接缝处 主板背面基层有一颗闪光灯灯柱 后置的环境光传感器和红外发射器 它们通过黑色胶套保护 前后双光感的配置也向派器Ultra 看齐 在安卓平板中并不常见 4下散热膜轻调导入材料吹开屏蔽罩 我这台16加1TB的核心三大件规格和派器Ultra一样 RAM是美光的LPDDR5T 左侧是三星UFI 4.1的ROM 小米自家的旗舰SOC 玄介OE也安排上了 实际游戏的表现毕竟是大尺寸平板 极款主流游戏必然是毫无压力的 功耗表现也都比较出色 这次除了常规测试 我们再来看一个极限游戏测试 原神设置全部拉满 从满电跑图到自动关机 好家伙一直能跑7个小时18分钟 全程平均帧率依旧能接近满帧 所以不光是流畅 更能持久稳定的流畅 右侧也配备了玄介的电源管理芯片 外围还有两颗澎湃P3 充电SD 中框对应主板的核心发热区域贴有散热膜 前摄位置的铜箔屏蔽电磁干扰 同时提供一定的散热能力 取出天线盖板 盖板上占有WiFi的天线 内侧设计有加强筋的结构 提升盖板的整体强度 取出天线小板 PCB 同样来自方正 采用0.6毫米板材 取出所有扬声器 整机一共配备了6个发声单元 其中4个大的低音单元采用了双音圈的设计 两个小的是高音单元 高低搭配组成6扬声器系统 6个发声单元全部都来自戈尔股份 配合主板上的6颗凌云逻辑的音频放大器 来实现4声道的沉浸环绕音 整体外放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其中一个音腔的角落里 还贴有负责一碰秒传NFC线圈 加热后取出左侧音腔下的排线 排线上集成第三颗麦克风 随后加热取出触点排线 排线上集成有一颗霍尔传感器 第四颗麦克风 以及用于连接磁吸键键盘的三颗触点 触点上有度堕性金属来提升抗氧化和耐辅实性能 整机的麦克风数量也和Patch Ultra看齐也有4颗 实现定向时音、原厂时音、声源追焦以及声纹降噪 继续加热取出尾叉排线 排线背面还有两颗螺丝固定 全部卸下后即可将Type-C 接口和金属外包围分离 外包围上配备黑色保护胶套 Type-C 接口采用单舌片设计 来自 LCN 前的电子 根部有做封胶处理 规格是5Gbps 速率的 USB 3.2 进一 支持 DP 视频输出 用来临时应急的 7.5W 反向有线充电也有搭载 最后一步拆电池 电池通过4条易拉胶固定 全部拉出后即可轻松取入电池 电池采用双电芯 双接口设计 容量是 10610 mAh 制造商为东莞显能得 必然是 ATL 电芯 电池的详细参数大家看图 能量密度通过包装尺寸计算在 726 左右 包装内附带有PATCH ULTRA 同款的 120W 快充头 实测峰值充电功率 95.6W 1-100 充电用时 56 分钟 最后的后壳总成 采用安卓平板最为常用的铝皮素骨方案 从内侧走刀痕迹可以看出后壳有用的 CNC 加工 电池位置的背板厚度在 0.54 毫米左右 后壳通过二次冲压 黑色塑料骨架 以及骨架内的金属加强镜加固 大幅提升整体的结果刚性 主板核心发热区域的散热膜穿过骨架 延伸到电池下方 扩大散热面积 让整个金属后壳参与到主板的散热重来 边框上的开机键 集成绘顶的指纹识别方案 按键功能通过触点和触感连接 指纹功能则使用 BTB 连接 后摄 Deco 区域可以看到激光成型天线的踪迹 证明 Deco 内也有内置天线 后摄 Deco 的设计明显和老大哥 PAT7 Ultra 阴脉相成 表面覆盖一块弧面玻璃 上方还有 X-Ring 的字样 好了 拆解就到这里 整机有五种共 58 颗螺丝 那么从上面的拆解来看 轻薄机身并没有妥协内部的用料 依旧配备了出色的屏幕 超大容量的电池和旗舰级的扬声器配置 不过坦率地说 现阶段在座的所有安卓平板 同档位的核心体验其实差异并不大 基于生态对应选购就行 但是这台小米平板7S Pro 12.5 给我的感觉 有点类似当年苹果刚推出自家 M 芯片一样 随着逐步掌控硬件底层的能力 软件体验相信会越来越好 壁垒也会慢慢形成 一起期待一下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Ruby 我们下期想拆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